今天来给我的西瓜整只打叉啊 我是一共种了大概20颗西瓜 然后种的是我们家的那个麒麟西瓜的品种 今年那个蓝汉西瓜我没种啊 只种了这个麒麟西瓜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种的时候都是靠这一边去种的 就是为了后面这个瓜藤啊 开始长的时候都让它往那边去生长 不然的话这个就是因为爬地的嘛 它比较占面积 这样就会稍微节省一下这个地 那今天就来教一下大家去给西瓜整只打叉啊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给西瓜整只打叉 因为这个西瓜呀 它的分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如果你一点都不管 它后面就是长分支的 长会长得特别多 那它的养分就全消耗在这个样子上了 回头那个西瓜它就长得不大 长得不甜 果实质量就不好 而且就是我们像这样种 我这个是麒麟西瓜嘛 是属于那种比较小型的西瓜 我们打叉的时候呢 是需要打头的 然后留这个侧枝去结瓜 主麦它也是可以结瓜 但是它就是口感品质都不太好 侧麦结的瓜 它的品质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种的是那个懒汉西瓜啊 那你就不要打头就主麦要让它留着一只长 另外再留脸条侧麦就可以了 那像我们这个小型西瓜呢 就可以打头 然后留脸条侧麦去结瓜 其他的侧枝都给它去掉 那第二个我们什么时候来打头整只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像我的这个 以这个为例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们的这个主麦 长到有七片叶子了 那咱们就可以把它的头给打掉了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像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有七片叶子了 这往上这个头啊 就可以直接给它去掉了 去掉之后 它的这个侧枝呢 养分啊就会回流嘛 就全部到这个侧枝上面来了 回头侧枝就会长得很大去结瓜 然后我们侧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留脸条侧枝就够了啊 但是现在可以看一下 有一二三四 有大有小嘛 有四条侧枝了 那我们怎么去留 我们留侧枝 我们遵循两个原则啊 第一个就是去弱留强 把这种细弱的给它去掉 留下这种强壮的侧枝 让它生长 那如果说 哎假如说我现在有三条 有四条侧枝都长得很强壮 都长得差不多 我们该怎么去 那假如说这也是很强壮的 这也很强壮 我们该怎么去呢 我们从下往上打 就是可以看一下啊 假如说这个也是很粗壮的 但是呢 它在最下面 那上面也有 那我们就从下往上打 把这个下面的先给它去掉 就是越往上留下最后脸条 建状的侧枝就可以了 那像这个它也是比较 细弱的 给它去掉就行了 那现在看一下 只有一条这个掐了头的主脉 包括这两个稍微健壮的侧脉 这样我们这个整着打岔就好了啊 等到后续这个侧枝开始慢慢长大之后 它会开花 接西瓜嘛 那假如在什么四片叶 五片叶 六片叶 它就开始开花结瓜 这个时候的西瓜都不能要啊 要了它也长不到 到时候质量也不好 我们要在12片叶以后 结的瓜才给它留下 这样的话 就是12片以后的西瓜呀 它有很多的这个叶片 给它提供养分了 这个时候的西瓜 它才能够长得更好 口感更好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西瓜 大概长到乒乓球大小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给它追尸 那个高甲性复合肥 然后包括一些蓬肥钙肥 就是防止一些什么裂果啊 等等各种其他问题 而且就是如果说 你想让你的西瓜口感更好 甜度更高 你可以在追尸这个 高甲性复合肥的时候啊 再添加一些饼肥 豆饼肥啊 什么的饼肥给它添进去 你的西瓜口感会更好 就是糖分会更高 包括我们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种的时候 这个西瓜不是一直 种在这一侧吗 那它西瓜这个藤嘛 往这边长怎么办 就是后面这个藤子长长的时候 我们全部把它往这边捋 让它朝一个方向 这样长过去就可以了啊 那再用下一颗西瓜 给大家做个示范 这一颗就好了啊 那再来看一下这一颗西瓜 像这个就是它的主蔓 来看一下几片叶子 留个七片叶子啊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留个七片叶子 给它偷打掉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侧蔓 那很明显这条侧蔓是非常强壮的 这条也是比较强壮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下面这些小的 这太小了 直接直接掐掉就可以了 用手掰掉就可以了 那这里还有一个 给它剪掉 那可以看一下 包括你看像现在这里 它回头开花结瓜 这些都是留不住的 都要去掉的啊 现在就是一个打了头的主蔓 包括两条件状的侧蔓 这样就好了啊 大家都学会了没有 再示范一颗啊 再示范一颗应该可以了啊 那这个 看这个侧蔓长得很长的 我们留七片叶子 啊 祖蔓组蔓 留七片叶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头去掉 然后悬一下这个侧蔓 看像这条侧蔓 还有这里一条 这里一条 这里一共三条 就给它留一个就行 就是假如说都比较强壮 你看像这个比较强壮 这个比较强壮 这个也是都比较强壮怎么办 从现在往上打 这个就是在最下面 给它打掉 这种小牙给它抹掉 包括我们后期啊 这个西瓜就是一直生长的时候 这个侧枝是随时都会冒出来的 都会生长出来的 包括侧枝上面还会结酸慢 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 就是给它去掉啊 不然的话它就会消耗养分 这个就需要我们稍微勤快一点了 像这个上面就长了一个小头了 好就可以了啊 学会了没有 是什么呢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